当你听说迪拜时,你首先想到的是钱。 这可以从迪拜的街道上看到。 迪拜的街道上有很多豪华车, 如布加迪、帕加尼、兰博基尼、法拉利等。 这些超级跑车拥有一切。 作为最富有的人,他们对汽车也有很高的要求。 因为他们大部分被沙漠包围。 大多数富豪家庭,将配备一辆大型越野车。 特别是一辆他们非常喜欢的越野车。 今天,让我们来看看迪拜王子的五亿辆豪华轿车。 100公里1.8秒。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辆。 只有他才能借他。 迪拜王子被称为哈曼丹。 作为真正富有的富二代。 他是迪拜许多大型投资公司和银行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。 不仅如此。 哈曼丹非常喜欢收集汽车。 他的家族包括梅塞德斯滨市、保时捷、法拉利、兰博基尼和其他世界顶级超级赛车。 除了跑车,他还收集了一些大型FUV、越野车等等。 可以说,只要是一辆名车,他就会非常喜欢它。 也许许多人认为,哈曼丹非常喜欢收集汽车。 大手大脚花了很多钱。 他必然头脑简单。 四肢发达。 事实上,每个人都错了。 他在许多领域都有天赋。 如华翔、冲浪、足球等方面,他都是专家之一。 然而,他最厉害的是马术。 他经常赢得冠军。 这表明他确实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富二大人。 富二代在我国与成龙大哥玩得很好。 成龙在迪拜也很受欢迎。 他设之初。 成龙从迪拜王子那里,建了一辆跑车。 这辆车是迪拜汽车制造商,为哈曼丹专门制造的。 总价值五亿。 全球唯一一辆。 此外,哈曼丹也非常喜欢这辆车。 不管是谁都不借的。 但当车成龙向他借的时候,他却只答应借给成龙。 成龙从迪拜王子那里借来了这辆Devil 16,以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。 这辆车需要数百万美元,来更换保险杠。 并且拥有最大马力,为5000匹搭载了V16系缸发动机。 这是什么概念? 加速100公里,只需1.8秒。 最高速度可达580公里每小时。 从这个速度。 他可以摆脱帕加尼的几条街道。 对此。 你有什么看法? 欢迎下方评论。